各位佛幼啊,这个是梅池鱼 这个梅池鱼,它在1987年,发生波士这个地 如果它隔开,就在这边,去这个秀行的所在 所以听说这个梅池鱼啊,它在生的地方是真的有学报的人 所以它有毁发,所以波士在那里30,30,哇,307年了 所以波士这个地区满地友人来去这个小型的所在 所以它学报真的大了 所以在这四天啊,我们真的就看到有这样的人啊 波士整个地区的地区,和散布,和出的人 去这个学家的所在来,让人们修行 所以它就是因为有学会的这个了解 所以它要利用它这些人生的学步来做这个大纳和这边啊 所以它已经有它的波士,所以在这些干燃灯,干燃灯来面里 不及格约,就是有这样的所在,去让人们修行 尤其是一个波士,和这个曼地友人啊,去跟人们修行的方法 跟人们修行的方法,所以它只要有修行的人 它会做这种的单纯,和这个散布,所以它会有很多大纯 大纯和人们修行的方法,所以我们在这边有很多大纯和这些地方 去波士海岸,和散布,和出的人,用,和让人修行 所以这个港帝是真的无用啦 所以大纯和这边,我们在这边,我们在这边,叫美智义 它波士海岸的这个港帝 它导致它少许没有造改 只能修行的这些社会 所以我们在这边,大纯和这些世界 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是没有简单啦 是没有估计而已啦 尤其是大纯和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简单 这些是各家家的地方啦 但是我们在这边,在这边,从这边来做波士 不过他们的波士,所以在这些地方 就是有这样的悔案,让人们来做这个修行 在这边走开,让人们来做这个修行 所以在这边走开,让人们冷静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谢谢大家